前面这些菜其实要25元就可以随便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桥 我现在美丽的苏州 这里是苏州有名的 平坚路律系文化街区了 今天来这里主要听说这附近有一家很便宜的寄住餐 有多便宜呢 据说只需要西级圆 其实种菜随便吃 真的是挺随会的吧 那到底是不是呢 现在去找这来尝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好有这样随现的感觉啊 小桥流水人家 平台楼阁 太美太美了 而我进去西级圆堂的店 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现在走过去 找到了就去前面这一家了 老板怎么卖的 在人家前脸 这个环境是股神股神了吧 没有人 一个人多少钱 25块钱 给了钱 这个可以拿往来干方咯 看一下有什么菜 这个是什么 它涨价了 之前都是七几块了 现在涨到25块了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不高了 看着的话 菜款比较少 大概数了一下 也是有20多个菜左右吧 搞点菜来去吃吧 搞点大白菜 这个细细豆 这个好像是炸土豆 这个好像是菠菜吧 上面就是莲菜 莲菜算了 去那边看一下 这个有点线葫芦肉 搞点 这个菜来边 这个什么 有点像年糕啊 没了 这些汤水果 粗粮 先干这些吧 想一下这个 不知道什么来的 线葫芦 都不线葫芦 没背到了 想一下这个好像是炸土豆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葫芦肉有弄弄 外手里嫩 尝一下这个 一股很大的酸味 原来是藕的 酸甜藕 吃第一波 基本上把这些菜 全部吃个遍了 在别的出场馆 都是吃三四波的 好了 我吃完这个寄住餐了 说下感受吧 我看到别人去吃就是洗几块 我来吃25块 哈哈 这个性价比啊 瞬间就不高了 因为它菜款本来就不多 还这么贵 说实话吧 25块 我可以在苏州吃更好的 因为我看到别的家 25元 有好几次种菜 而这里的话 只有20两个菜 那现在比太低太低了 好了 大家觉得 25元 27个菜随便吃 觉得怎样 有什么想受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说视频拍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